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正向部的江湖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多谢大家的支持 厉害了 一代江湖猛人 李泰龙在2009年尖沙咀某一间非常高级的酒店 对外门口位置 在吃一枝雪茄的时候 竟然被人踢一架车 整个车飞开了两三米 然后再有人在车里 三个刀手走下车 拉着老偶 不断片 就是片流浴片 当时的情况是 而且那个位置 说明五星级酒店门口 一定会有闭路电视 照样这样做 因此一代的尖东霸王 这就没了 当年画面也看到 再有车车走相关的人士 那样那样 当时被指控策划这场谋杀案 一个江湖传奇人物 那个花名叫做民生钟 因此他就因为这件事 他和他的前大佬 一齐双双双 着草 离开了香港 也叫做烟没了在江湖 不过也令到刚才提到的 姓和民生钟 和死者 新义安的李泰龙 两边都叫做有分量的人物 弄了一件事 令到两个帮派 那个仇怨 想当年也叫做持续了好几年 有趣了 竟然事隔都成十二年了 现在这个民生钟 在律师的陪同底下 就去到警处自首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他就被控以谋杀罪名 但是他就否认这个指控 令到江湖上又再传了很多过往的往事 因为想当年又说民生钟 和他的前大佬 傻佬亭那些 因为那时候的传闻就说 着草去到泰国 又说有人来接济他们 又说巴提瓦开了一间酒吧 说到好像古惑仔陈浩南那些 不知道是在哪里 赤柱还是在哪里 就开了酒吧 就类似这样 又再看回 他又否认是老谋 突然间叫他出来 说回究竟是什么事 又接受法庭的审讯 整件事都很朴实迷离 现在他这样走出来 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 你既然也要穿草 你应该是穿那下半小的 第二就是当时李泰龙过世之后 他太太也呼吁说 他就不会报仇了 其实隔了这么多年 这件事的仇怨 其实已经淡化了很多 但是现在 这个民生中 出发来之后 就向法庭否认谋杀 喂 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勁呢 还有你这样否认谋杀 是不是想将当年发生的事 当年所见下的仇怨 再了解他出来呢 是吧 因为如果你有做的 你应该认识了他 既然你也自首了 是吧 隔了这么多年 现在回来 还说否认谋杀 就想吃个误杀 坐几轮就算了 那不是很值得吗 那我们先说一下 他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就有律师的陪同底下 去了自首的 立刻就叫做被捕了 话说在09年的8月1日 即是案发前 已经是经洛马州 离开了香港 那控方就说 这个不在场证据 是假的 说他其实是之后 是坐大飞 就偷渡离开香港 也都在案发之后 就以同样的方式 回到内地 也都是坐大飞 就回到香港自首 都挺搞笑的 整件事 是的 就是飞来飞 并非飞去泰国 叫做穿梭中港两地 那为什么他说是并非谋杀 最多你都是说我误杀 因为原来下了命令 不要弄到头 弄到脖子 也不要弄到大动物 那就叫做OK的了 谁知道下去 动手那几个人就重手了 或者是变成这样 当中有没有牵涉到什么细节 或者怎样可以证实到他这样说 没有说谎 这些就等法庭慢慢審 那我们说回现在在法庭看到的事情 是什么 其实江湖前转究竟是发生过什么事 我们稍后再去讲一下 好的 那我们看到主控官在开案的陈词就说了 被告案发的时候 属于黑社会的和声和高层人物 花名叫做民生忠 他本身的名字叫做梁国忠 已经54岁了 那当时李泰龙就41岁 而死者刚才看到就是李泰龙 他是新义安的高层人物 就是活跃于尖沙咀 严格来说就应该叫尖东 那当时来说 在那个年代 尖沙咀真是他们黑帮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希望要拿到的地盘 那如果你叫尖东霸王的话 哇 一定猛烈了 对啊 就是当时来说 这位李泰龙也是很猛烈 在尖沙咀真是无人不识那种 就是个个都想跟他做大佬 那话说 两个人早在2006年7月23日 就有一次碰面 就说当时 李泰龙和他的手下 文配盈一众就在尖沙咀的酒吧 就笑选 被告和其他一嵐的人 都身处同一间酒吧 话说 双方发生争执 最终演变成两个帮派的打斗 期间这下就双控当之经典 为什么会结下这个仇怨呢 就是李泰龙一手 立起威士忌 不知不是Black Label 的酒瓶就斗头 就向这个文身中 就兜东西 爆头 哇 他就立刻 头又爆 颈那里就流到爸爸的声 江湖传闻就不只是爆头那麽简单 是说他爆完头 再兜东西拿那个瓶瓶 锅到他的脖子 很狠手 而且那个画面 亦都令到这个文身中 很没面子 畢竟文身中当时 都是大佬 被另一个门派的大佬 这样突发 还要出来威风 出来走的 是吧 记住 这个是法庭的版本 就是说出来这件事 但为何 是否只有萧显那麽简单呢 江湖又有另一个版本 也是牵涉到一些想上位 想做华事人 甚至是想做坐管 因为要选 又要有什么power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谈谈法庭版本 一定要听完法庭版本 再听前转 才明白发生什么事 话说 文身中留院两天 很快就出现了 但自此之后 臉和脖子有一个很厉害的霸痕 这个位置跟江湖传闻也很相似 因为这次之后 李泰龙也加大了人手保护自己 其实李泰龙本身就是拳击的高手 也相当高大 就是好打 所以再加上 如果有什么人向他挑衅的话 在我面前就不用那些轻人动手 他两三秒内就已经把你制服了 快到这样才够厉害的 是吧 是威的 没错 后来也因为那些打斗事件被控 准备杀击 经过审讯之后 罪名不成立 还是怎样 话说 而这个文身中 之后就展开他的复售计划 可能这里我们一般市民看起来 哇 爆李俊的 就要拿人名 为什么这么夸张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牵涉很多东西 话说 控方就传召了一个特赦证人 林家俊作工 他就说 案发的时候 属于和姓和的成员 他的大佬就是五童 就是在一间大角咀的赌档负责看水 而这个赌档就有三个老板 分别就是被告 民生中 还有被告的大佬 傻佬亭 还有猫仔 傻佬亭其实也是出名的 在当时来说 猫仔真的认识他是猫了 为什么会是大角咀的赌档呢 其实说回 当时民生中 连同他的大佬傻佬亭 其实也是大角咀的一大势 大家都知道 大角咀和尖沙咀其实也很接近 当然 两个不同的帮派 其实大家都有互相竞争的时候 我个人都想撒入尖沙咀 是不是 这样才威风 所以 就是有这个叫尖东霸王 李泰龙一个顶住了 其实就相当麻烦 所以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喂 眼中钉来的 他也是的 都想动我 所以爆津事件之后 就加强了一些保镖 可能你会说 为什么加强了保镖的话 也会有辆车在酒店门口 碰一声地撞到李泰龙 为什么还会有机会 让他一个人在酒店门口 吃着枝雪家等 还是怎样的呢 这个真的有这么巧 我们有机会在前转再说 话说在2009年8月4日凌晨 特赦证人林家俊 就收到五桶的电话 即是他大哥 要回合其他帮会的成员 江仔 江仔负责什么呢 这些是二打六 听一下就算了 他就负责开车 车大家去到大角咀 落群街的公园 加上猫仔、五桶、波仔等 有八个人在 另一部的七人车 和本田私家车 也停留在那里等 加上前前后后 左右有整队兵 加上十二人一打 这次要想一个人 要拖这么多人来 因为这次真是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记住 想当年只不过在夜场里面 民生中见到李泰龙 据江湖传闻 当时也没有太大的争执 只不过有人久仰大名 什么 谁叫民生中 这么厉害 叫他过来 你也是 互相串串嘴 谁知道 就用手砍 咬他瓶 这下也是 厉害 那些细节看得很帅 对 哇 帅得上天 大哥跟得过 对 对 那我们再回来吧 大概当时隔了两个小时后 收到消息就要行动 就是齐齐高高高 就要去斩李泰龙 刚才提到的特赦精人 林家俊 其实是负责看水的 嗯 去到的同时 加上也有三部车 先后去到尖东等 然后去到香格里拉酒店附近 又要把风 又要这样 做好了 就是搞定了 记住 当时的资讯科技没有今天那么发达 什么WhatsApp 又有什么 好像有个座标 其实当时都在用的了 都不少人用的 是的 与此同时 把你整个踩落地 然后抽你两拳 当你耍包地打都行 是吗 嗯 所以他们就不敢挽他身先 先用车砍低他 而且那个冲击据说是很大 一 就砍 砍掉他 放在这里 然后呢 就冲过去 捆他几下 哇 这个真是出手真是毒 是啊 现在我们见到 其实上当年也有说的 那个报道 身体多处受伤 尤其是 就是头 现在即是怎样呢 民生中就说 喂 我下了柯打说 叫他们 头 颈 大动物 就不好乱的嘛 是吗 哦 他们 捆了下去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有没有得这样说呢 那当然是很难啊 是吧 我也觉得是很牵强 为什么这么牵强呢 首先第一 这个是大佬 很威风的当年 你如果没有打算 打倒他的话 那之后你会换来 很大的麻烦 对吧 所以呢 从这个动机上 你是必须打倒他的 你难道 就是想他将来医治好 接着他跟你复权吗 我很大劲啊 对吧 老实说 就是你要 垂下他这件事 之前都叫做 戒指汗文的 如果不是的话 刚才也说了 你怎样能够 在尖东霸王手上 拿到他的地盘回来呢 要由大角咀 拿到尖东 哇 你听到都很厉害 是吧 比肥仔的 肯定 心酿酿 肯定 那当然 他由爆瓶 即是在夜店 这个夜场里面 被李太郎 斗头爆瓶之后的 民生中 去到 再出来 倒他 老实说 都事隔了一段时间 那些人还以为 他为什么会消声匿跡 或者在江湖里 不见了 还是怎样 可能他自己 都觉得肉酸 觉得仰衰 他在这一段日子来说 真的叫做 在这些什么黑社会里面 失去了很多东西 本来能够让名辣万 变成又爆瓶又毁了羊 还是怎样 搞到这样的话 坦白说 你是不是想拿李太郎的命 来补偿给自己 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这些仇怨 做好自己的生意 搞到酒吧有升有息的 或者弄多几个夜场 赚一千几百万 行不行 会不会好一点呢 很难的 因为最惨是 你让他这样爆瓶 经常爆瓶这些行为 都经常发生的 但是 被泰龙这样爆发 和洋晒出去 不得威 坏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想上位 当然要做一些 更加激进的事才行的 或者他上不了 无望的话 都要你没得好过 还是怎样 有可能的 是 真的 好了 这件事我们看看法庭如何审判 我们接下来再谈谈前尊 好吗 好吧 不过我怎么也好 我就不相信这个民生中是误杀的 实在是没有理由误杀的 是一个牵强 不过为什么他会回来自首呢 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律师陪着他 很明显是叫所有人 就等他来啦 自己有大哥的风范 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都不失霸气 究竟这段日子是如何过的呢 我们现在也看到照片了 他被捕的时候和他上当年 肥了 肥了 也是的 可能吃得多大杂蟹 知道他吃什么 总之他的样子肥了 基本上也没什么改变的 还是有一条巴在左边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说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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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